小燈,觀眾朋友,這是家裡的華東消息 這是家裡市有新教育團辦的 新手父母親送育兒去PK賽 其中途新席和婦人電力館 這位機關教導體驗,玉地的六處 為參賽PK賽的新手爸媽,家裡打氣 由家裡市有的新教育團辦的 我們這一家新手父母親送育兒去PK賽 市有上後在家裡市立黨和立中心 如果要認定 華東一開始由家裡市中途新席 以及婦人電郵館跟這位議員 參加PK賽的新手爸媽 對著主持人大跳健康操各區市場 雖然由市長途新席 以及這位議員提案幫郵里生成福 並三個PK賽正式開始 市長途新席表示 該一周前三年推出這項富有政策 並設立分家第一件 為營利郵里方定這項福利 就是希望給準備生年愛的新手爸媽 未開始到三年都可以安心 大孩子有時候有點累 我們還會有一個叫喘息服務 我們有96個小時 一個小時你只要出10塊就好了 你可以分次請這個96個小時 我們會派人到你家裡去幫你帶孩子 或是放到我們通營中心 那你就可以休息喘息一下 再大一點點我們也有通營中心 我們還有要二歲三歲四歲到五歲 這個缺口我們未來也會補助 讓我們的年輕父母親能夠安心吃雞工作 把這個放到我們的議員中心 再大一點點我們可以有這種公共通營以外呢 還有這個非營利的幼兒園 讓你可以開始散 想班中班大班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跟那一支有的聲音就表示 我當除了新手爸媽育兒區位競賽以外 更安排專業的侯理師 喜歡教導基礎的玉女照顧 跟親自共特技卡 藉由儲備的互動體驗 來替新新手爸媽照顧 幼兒的弟弟和吉林 做回共同營造玉女環境 先想到面蓋子彩虹補兜